Hello everyone, welcome to Panda Chinese, I am Belle. Today, we will continue our three birds with one stone series. 但是呢,有一点不一样,我们今天会用中文来授课, 因为很多外国朋友建议我学一门外语, 很重要的是有一个沉浸式的语言环境。 所以呢,如果全程用中文来授课, 也许能够更好地帮助你建立这样一个语言环境。 今天呢,我们就用中文来学习, 木、林、森,这三个汉字。 看一下,这三个汉字, 其实都是由一个木组成的。 一个木,两个木,两个木是林, 三个木就变成了森。 首先,让我们从木开始。 木的本意就是木头,是一种原材料。 比方,我们来组个词。 木头,摸屋,木,偷,头,木头。 木头,木的。 我们来造个句子。 木头,木头,可以用来做桌子。 木头,可以用来造桌子。 木头,木,我们还可以再组一个词。 。 鸡木,鸡木,鸡,鸡,鸡,木,木,鸡,木。 鸡木,鸡木。 这是鸡木。 小男孩在玩鸡木。 小男孩在玩鸡木。 再组一个词。 木屋。 木屋,摸屋,木屋,木屋。 树林里有一间小木屋。 树林里有一间小木屋。 有没有发现一个共同的规律? 这三个词都是和木头这种原材料有关的。 木头就是这种原材料,wood。 鸡木是用木头做的啦。 小木屋当然更是用木头做的。 现在让我们来学习第二个生字,零。 零。 零的本意就是有很多木头,很多树。 the woods. 你可以想象一个木,孤零零的一个,两个,比较多了,很多了。 有很多木,很多树。 所以树林就是这个意思。 让我们来造个句子。 树林里有很多树。 树林里有很多树。 有。 这里有这些。 树林是一个方位。 有是一个位于动词。 有什么呢? 有树。 有很多树。 很多。 是树的定语来形容有很多树。 不是一个,两个,是有很多。 这是汉语里面一个很常见的语法。 有。 树林里有很多树。 OK,我们再组一个词。 林,林子。 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很有趣的是,这是一个中国的谚语。 它的北意呢,是说树林很大。 所以呢,生活着各种各样的鸟。 但是呢,在现在的中国生活中, 这句话呢,是用来形容会有很多很奇怪的人。 因为这个世界很大。 所以呢,总有一些很奇怪的人。 不可思议的。 让你觉得很诧异的,很奇怪的人存在着。 所以叫,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我们经常呢,用这句话来表示一种惊讶。 哦,这个人真奇怪。 哎,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 这是一个上下文环境。 我们经常用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 你学会了吗? 两个木放在一起呢,是零。 那么三个木放在一起呢,就是森。 三,这个数字,三。 1,2,3,3,3。 3在中国文化里面表示很多。 它既可以表示一个精确的数字, 也可以表示有很多这样一个概念。 那么,三个木放在一起就表示有很多很多的树。 这样很多很多的树,就组成了森林,forest,森林。 所以呢,三个木在一起就是森,斯恩森。 组一个词,森林。 我们来造个句子。 小红帽去森林里采蘑菇。 小红帽。 去森林里采蘑菇。 去哪儿? 干什么? 是一个很常用的语法结构。 小红帽去森林里采蘑菇。 你当然也可以说,小红帽去树林里采蘑菇。 但是呢,森林比树林更大哦。 OK,现在让我们来学习另外一组。 日,昌,金。 大家可以看到,这三个字其实都是由日组成的。 一个日,两个日是昌,三个日变成了金。 它们是完全不同的意思。 但是如果你认识了日,你很容易记住昌和金。 让我们从日开始。 日呢,其实本意就是太阳。 它的隐身意呢,是白天。 有太阳,当然是白天了。 让我们来组一个词。 日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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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一个冰语,看日出。 第二个词。 日夜。 日夜。 有时候我们会说日日夜夜。 来强调每一天每一秒。 很长很长的时间。 all day and all night. 小河流水。 小河流水,日夜不停。 第三个词。 日记。 日记diary。 我每天都记日记。 记。 写下来。 日记。 写什么呢? 写日记。 日记是一个名词。 是写的冰语。 写日记diary。 ok? 这是日。 那么两个字叠在一起。 我们刚才已经说了。 它是昌。 昌可以组成一个词。 昌圣。 吃安昌。 师恩圣。 昌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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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rosperous。 中国人过新年的时候。 会有一个美好的祝愿。 是对我们的国家的。 我们会说。 祝愿。 祝愿。 我们的祖国。 繁荣。 昌圣。 祝愿。 我们的祖国。 繁荣。 昌圣。 昌。 是两个日叠在一起。 但是你要是写它的时候。 要把每一个日写的扁一点。 这样才好看。 注意到没? 上面下面是比较扁的日。 那如果我们把三个日字叠在一起。 就是晶。 注意这个结构。 像一个三角形。 三个日叠在一起。 晶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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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晶晶。 晶的本意呢。 就是光亮明亮。 亮晶晶。 是形容一个东西。 晶晶剔透。 闪着光。 来造个句子。 孩子的眼睛亮晶晶的。 闪着光。 亮晶晶的。 孩子的眼睛亮晶晶的。 。 ok,another word. 水晶。 水晶,crystal。 水晶是一种矿石。 所以它这里是一个名词。 水晶,施微水。 晶,晶,水。 以前已经学过了 水晶 水是很晶莹的 是很透明的 水晶组成在一起 是一个名词 表示一种矿物质 我们可以组个句子 项链是水晶做的 这条项链是水晶做的 说明这条项链的材质 是水晶 所以这条项链一定是亮晶晶的 OK 今天就学到这里吧 大家辛苦了 我们学习了慕林森 又学习了玉昌晶 收获很大呢 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他们都是有相同的规律的 他们都是由一个单独的汉字组成的 通过数量的变化 一个 两个 三个组成了不同的汉字 当然不是所有的中国汉字 都是这样的规律 但是呢 我们可以用这个方法 学到很多的汉字 然后我们再去寻找 别的汉字的组成规则 他们也有一些这样的捷径可以寻找 好了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Panda Chinese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Click的小铃铛 点下小铃铛 它会提醒你 不要错过我们的课程哦 下回见